晚間八點木柵部落的長輩們沒有待在家中 反而聚集到教會 這是他們的例行公事 不是來禱告 而是來練習說希拉雅族語 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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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就是我們很高興 很高興 馬來 馬來 就是跳舞的意思 高雄內門木柵部落 是由希拉雅族新港社人搬遷 他們擁有豐富的人文歷史 但歷經閩漢社會影響 閩南語成為生活用語 但他們從沒有忘記希拉雅族的身份 帶出去把我們的母語再推廣 當文化附贈成為課題 沒有相關經驗的族人如何克服 這時深耕已久的教會體系成為一大助力 木柵部落族人把族語學習帶進教會 透過宗教協助大大增加學習族語的時間 就是我們有兩個禮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 我們甚至好四五代都有 以上都有了 因為我們教會的話就是士農工商 一般在家裡可能都是長輩 我們都要出去工作 所以我們就會用在禮拜天 做禮拜之後的下午用三個小時 來訓練我們的這些長輩或是青年 而為了加深學習印象 除了一般的族語學習課程 木柵教會甚至自創族語歌曲 將龍野 蜂蜜等木柵部落的特色 寫進歌曲當中 透過歌謠來講可以朗朗上口 雖然有的小朋友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但是透過老師或者是長輩 這樣子而如木蘭 可能會比較可以吸收 基本上我們教會都是從小 從小就會開始有 這個喜拉雅的語言的教學 有可能就是未來也會進入到學校裡面 對對對 學校裡面的話 像我們附近的木柵國小就有 隨著族群議事抬頭 木柵部落也開始培訓族語教師 跟配合學校課程 讓孩子說族語 大法官釋憲後 西亞族人除了爭取法律保障 文化附贈的路上 仍在持續前進 元室宏電報告高雄內門採訪報導 加上 我